第十九世纪赴美华人 是挥之不去的吸食鸦片恶习 鸦片作为一种药品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便有记载 这种来自于海外的毒品 在清朝乾隆年间便已经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吸食人群 到了1858年 应把美三国与清政府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后 鸦片更是以药品的名义被合法进口 作为赴美华工的主要出发点的珠三角地区 因为地理原因也很快成为了鸦片毒害的重灾区 在当时吸食鸦片更多的如同现在抽烟一样 被视为一种社交手段 上到达官贵人 下到饭夫走卒 都把吸食鸦片当作了一种流行 在当时鸦片不仅在城市里的店铺里能够买到 就是在乡下也随处可以的一间市买到 华人来到美国西部后 由于华人受到了歧视和迫害 华人被迫居居居在唐人街自保 过着自己的传统生活 因为特居海外 语言和生活方式不同 难以融入美国社会 缺乏娱乐消遣 很快 吸食鸦片变在华人圈中流行起来 成为了一种普遍的休闲方式 尤其是那些独自漂泊在外的单身汉 关于美国华人吸食鸦片的情景 著名作家马克 普文曾这样写道 夜晚十点是中国人最惬意的一刻 在每一个拉里拉遢 像个黑洞一样的小破屋里 沾香的味道淡淡飘出 为了省一些蜡烛 屋里又暗一片 但是人可见二 三个面色蜡黄 拖着长辫子的无赖 全须在买床上 一动也不动地抽着鸦片 极度的满足 是他们两眼无神的威章者 也许是刚刚抽过一口 就把烟筒递给旁边同伴的烟鬼 才会出现这种表情吧 因为抽鸦片的过程并不舒服 需要不时留神华人喜欢抽鸦片 因为那让他觉得通体舒畅 他会吸个大约二十口 接着翻身睡去 只有天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因为光是看着这个汗沉沉的家伙 我们实在无法想象 在当时很多华人看来 西石家片是可以治病 而且那种舒服与快感 是对他们在异国他乡最好的抚慰 所以当时的华人并不觉得这是一种罪恶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夫人